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与健身不相关的视频 就是品尝一下日本的一些零食 我现在有一堆零食 先让我把零食带出来 我们第一个尝的零食就是这个 日本的一个抹茶味的Tikkat 我现在拆封 小的包装是这样的 非常精致的 我现在要品尝了 好酸 它不光有巧克力的味道 还有一股抹茶的浓香 我非常喜欢 这个零食我会给它 7分 7分 满分10分我会给它7分 那么第二个零食我们要品尝这个 它有点像中国的百地茨 我不知道怎么发音 试试一下 非常的小 很好吃 巧克力浓度那么小一根 我以为它的味道会很淡 但实际上巧克力浓度非常浓 那我们第三个要试吃呢 就是这个零食 我忘记它叫什么了 但是它跟刚刚的不同之处就是 它的巧克力是在夹心就是在饼干 夹心里面的 很精致 这个 这个就比较 等一下拿一根长的 这个 对 这个就比较精致 这个虽然 巧克力夹心是在里面的 但是呢 它味道没有那么浓 我可能只会给6分 那么第四个有没有尝呢 也是类似的 像百利词一样的 但是它是西红柿味道的 西红柿味道的 这个也是挺细的 这个西红柿味道其实很特别 非常好吃 我给它8分 8分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要尝的就是这个 有点像橡皮糖一样的 日本零食 它里面蛮薄的 然后捏起来 就看上去 很让人想吃 嗯 嗯 这个我要给9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个人来讲 我比较喜欢吃橡皮糖 像什么 Gummy Bear 但是 这个和美国一般买到Gummy Bear又不一样 它的味道特别纯 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叫它Pure 它的柠檬味特别浓 而且尝起来 反正很好吃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 下一个我们要尝的是这个 这个 包装长这个样子 但捏起来呢 是软软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是果冻 果冻还是饮料 我们尝一下 那里面好像是有两种口味 我们尝一下这个绿色的 嗯 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吃 好像是把这撕开 然后 好像是 果冻一样的 就是 里面 对 有点像果冻一样的 嗯 其实这个就是果冻 只不过它们包装的方式和 我常见的果冻包装方式不一样 然后 蛮甜的 很有趣吃起来很有趣 那么我会给这个八分左右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品尝的就是 也是一种薯片 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薯片的零食 那这个味道呢 好像是梅子味的 看上去很正常 味道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有点酸 然后又有点辣 感觉好像是在吃那个辣条 但是又不是 还有一股梅子味 有意思 八分 我们下一个尝试呢 也是类似于百丁茨一样 但是它是盒装的 据说也是沙拉味的 然后它好像是因为 对话不说 里面是这样子的 那么拿一根尝尝 这个味道 其实味道很一般 但是它真的很脆 把摄像机拿起来一点 让你们听一下这个有多脆 要吃吗 两根 非常脆 但是味道很一般 5点5分 在里面之中我最喜欢的两个零食 就是这两个 那么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 感觉就很久没有回活 吃到这种味道 在这里也很难买到 这个特别好吃 而且这个 这个Garmin Garmin Pure 如果你到美国买这种橡皮糖的话 它会非常甜 但这个就刚刚好 然后又很酸 味道很浓 然后也不会吃腻 美国橡皮糖又粘牙 然后又会吃腻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而且而且点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会出关于更多的日本零食品 所以感到有点小泽 有点新鲜 是不错 很幸好 有点感到 很快 よね 走